秀林湘水源社区发展协会 17号办理110年度秀林湘文件站 南区运动会以及联合成果展 并展现社区部落长者健康的身体 以及手作传统工艺的成果 让老大人们在社区部落得到安心 健康以及乐活 秀林湘水源社区发展协会 17号办理140年度秀林湘文化健康站 南区运动会及联合成果展 展现社区部落长者们健康身体 和手作传统工艺的成果 县府运营处长陈建村 则是代表县长徐政会来关心长者们健康 我们徐政会县长非常重视长照工作 所以我们在秀林湘从南到北都有文件站 今天我们南区就有五个文件站前来 在这里代表我们徐政会县长 祝福我们所有秀林湘的长辈都能够身体健康 同时要对每一个文件站的计划负责人 照顾服务员致上最高的敬意跟谢意 我们每一个文件站都是自己人照顾自己人 我们原住民我们达陆古的照顾员都具有文化敏感度 可以用主语来服务我们自己部落的老人家 这个就是我们徐政会县长最希望能够达成的 我们花莲幸福城市的目标 希望香港文贵也全程参与整个活动现场 看到南区文件站的长辈们则是相当的开心 希望香港所和休文下面的代表会 则是会支持文件站各项活动的办理 看到大家的成果每年都有成长 我们的各位则是相当的开心 希望不停止对老人的关心 那虽然疫情的影响 我们老人运动会还是照常举办 只是分了两区来办 那我们也协调了整个社区协会 希望他们能够来支持 那在未来我们也是一样 一样也是会重视这样的一个老人运动会 那在今年虽然有南北两区分区 但是呢一样照之前的模式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老人运动会 让我们老人这一年的成果 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活动 来做一些展示跟分享 我想这个才是达到我们真正要的目的 我们希望老人快乐 我们希望老人能够有一些平台 是展现他们自己的一个自信 所以老人运动会真的是给我们的老人 不仅是让他们的身体强健之外 最重要也是要让他们透过相互的交流 让他们能够有多的平台 能够互动 能够相互来学习 希望下面我们贵 先府移民署处长陈建春 希望下面代表蔡培火 连一龙 文蓝村长田文才 则是把握黄金的时刻 前往各文件站和长者们回应留念 最后在文件站 运练老师的内容之下 接续各社区文件站长者们的热舞 只见每位老大人们卖力扭腰摆头 展现不老的精神 十分励志 记得就像学伙伴们了 开始作 might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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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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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Incredible